日本选手响一眼打败过三次 我也没想到王文本在主场作战 会选择一个这么强 不明的选手 事情做好两件事情 对手有一句话了 王文本好像找到了一个时机 我们知道祥宇的抗技术能力其实很强 抗身材就是非常出壮的一种选手 那么技术都非常的不错 漂亮 两拳命中 有点像崴脚了 连续两个高扫 好 王文本打得很谨慎 但是讲究顾顾紧逼 一定要做好防守 好 加油 祥宇也没有大力 还有队友们做一些表率 对 在他心中认为 他认为中国的运动员退役太早了 其实他说他这个年龄 其实他还可以打 那我们看祥宇还不适应啊 拿不住方位 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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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王文已经找到了机会 漂亮 后一篇塞进去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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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下有效果呀 感觉最后一点扫踢 前两回合王文的战术非常成功啊 不断的控制距离 利用直线腿法以及后手直拳的迎击 不断的命中对手袭击 现在会逼得更紧了 是的 但是好像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进 好的 反击不错 这场技术水平很高 噢 还是 很漂亮 两拳命中头部 那个跳指下打上 优势已经非常明显 把一个转身的后脑 展现出来的表现 没有他战绩的整整二十几天的时间 完全投入在训练上 对 所以对自己的体能状态都非常有自信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比赛进行了 最后的环节 完本还是 漂亮 多闪 噢 多闪 放到了祥远 一 三三 三 三 登场比赛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同方赏 恭喜王万文 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在招